很多人在透過Google AI Studio 製作影片的字幕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些問題 不論怎麼去改這個Prompt 好像影片只要超過10分鐘的這個音檔 上傳之後就會怪怪的 今天我們就要來教大家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我是阿湯 之前我在介紹Google AI Studio 這個AI的服務的時候 就提到可以利用這個服務來製作字幕 那有些人在用Google AI Studio 製作影片字幕的時候 都會發現一個共有的問題 就是當超過10分鐘的時間軸 好像會怪怪的 或者是呢 只製作到10幾分鐘 他就突然斷掉了 今天往下 我們就來教大家 要怎麼下這個Prompt 可以讓這個字幕做出來更完善一點 而且超過10分鐘 如果真的時間軸錯誤的話 我們又應該怎麼去修正呢? 往下走吧 GO! 之前在介紹Google AI Studio的影片裡面 有提到可以拿來做字幕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去製作 目前像ChatGD 如果你是丟比較長的音檔要請他去製作成字幕的話 我這邊都是顯示Whisper這個模組 在系統裡面沒有安裝 之前我記得是可以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好像拿掉的感覺 無論如何呢 我們今天主要是教大家 怎麼用Google AI Studio 製作超過10分鐘以上的這個字幕檔案 因為蠻多人有反應 透過Google AI Studio 做字幕的話 如果超過10分鐘音檔上傳 10分鐘往後的字幕 好像都會出問題 甚至有人呢 最常可能測試到12-13分鐘就掛掉了 也有 今天我們就會教大家 要怎麼去快速的 透過Google AI Studio 製作字幕之外呢 超過10分鐘以上的字幕 就算有出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調整 往下我們來試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我們就把它照著做就可以了 首先我先上傳一個音檔 這個音檔 同手無期 它超過20分鐘以上的檔案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總共21分鐘32秒 應該就符合大家想要測試的這個期待吧 那我們把它上傳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提供給它 Prompt 這個Prompt 其實我測試蠻多次的 也很難 一次就把它做到位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做一次看看 這個Prompt 主要是根據上傳的音檔內容 自動去切分字幕格式 字幕的方式呢 是以3到6秒為原則 字幕句子要完整 語意要清楚 然後避免了句子被切斷 再來每段的連號的格式呢 要像這樣子 務必呢 維持格式 不得缺少 保持呢 HH MM SS 還有三個型號 這個就是小時 分鐘 秒 還有毫秒 那字幕總長度呢 不會超過一行 因為像如果預設的情況下 可能是在同一段裡面 切兩行給你 那我們不要 每一行呢 一般預設也是16到20個中文字以內就好 這是比較剛好的文字數量 那如果有人物對話呢 人名的部分 我們就明確的去換行 最後呢 再提供一下 給大家輸出格式要什麼樣子 記得呢 字幕之間的每段呢 都必須要控行一行 這樣呢 字幕才會正確的顯示 OK 那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先把它送出 像你這樣20分鐘左右字幕的話呢 大概需要 兩到三分鐘左右來產出這個 字幕的內容 接下來呢我們就等待一下 等它產出完畢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內容 好反覆測試切分完了給大家看幾個 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當你在 切分時間走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超過9分鐘之後待到第10分鐘的時候 它會突然變成是59分59秒開始 但是事實上的這邊應該是進入0959370 接下來往下這個呢 它變成了一個小時 然後02秒 這個其實應該是00 10 02 030 它應該是要這樣子 但是會容易有這樣的錯誤 但是有時候同樣的指令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切出來會是蠻正確的 比如像這個呢 完整的切到第20分鐘之後的字幕 都還是算正常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修正它呢 比如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呢 甚至到20分鐘之後 變成了0307 850 有沒有 這個直接缺少了前面小時 那分鐘的部分 也有點怪怪的 那它這個呢 只有到 第19分鐘 這邊為止呢 你還可以算好修正 那我修正的方式呢 這邊也提供給大家 參考一下 比如說我們如果製作出來呢 長像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先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我們開一個新的聊天視窗 然後把這個檔案呢 重新上傳之後 我們提供它一個修正的prompter 那這些prompter呢 我都會直接放在資訊欄底下 給大家去做參考 你也可以直接複製來使用 原則上呢 都可以完整的去補完它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出錯 像我今天測試了一整天的這個 Google AI Studio的字幕製作功能呢 前面呢 大概 5到10次在製作的時候 都還蠻正常的 然後當我製作到 越來越多次數之後呢 我覺得Google AI Studio 他開始在發瘋了 他覺得為什麼我今天要反覆的做同樣的內容 要做那麼多次呢 大概是這樣想 我只是 猜測他的想法啦 其實呢 AI是沒有想法的 但是我後面在測試的時候 其實字幕就開始在 更多的 錯誤 以及錯亂了 但是原則上 我覺得一天做個幾次 應該是不會像我這樣 一直出錯啦 往下呢 那我們就來等看看這個修正完之後的這個字幕 正確性會長什麼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呢 他現在已經修改到第10分鐘的這個字幕了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這邊的字幕時間軸 就已經變正確了 變成了就是有11 第12、13分鐘出來 把這個01小時的部分 改掉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往下再等一下看20分鐘之後的這個修改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進到第20分鐘之後的這個字幕了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也把這個20分鐘後的時間軸呢 也正確的去修正出來了 這個呢 其實是我已經有反復測試蠻多次的 就是按照我修正的這個prompt 都可以精準的把 10幾分鐘 20分鐘以上的這個字幕 時間錯亂的問題 都修正過來 不過我不能保證30分鐘後的這個影片字幕 能不能也正確的修正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可能之後再來 來研究一下 如果超過30分鐘 要怎麼去調整 但原則上這個prompt應該是 都可以正確的把時間軸 去完整的修正 當然如果需要把字幕 更快更精準的去做出來的話 我也蠻推薦大家 去使用一下 我之前影片就已經介紹過這個 Sub Easy AI 這個字幕製作工具 他免費方案每天就可以生成三支影片 我覺得就蠻值得去用看看的了 那如果你硬要用Google AI Studio 來做的話呢 那當然你可以 可以持續的去調整這個prompt 讓你這個字幕做起來 會更精準 更好一點 那我最近測試下來了 原則上就是分成兩組prompt 一組就是用來製作字幕的prompt 另外一組就是當字幕時間軸有問題的話呢 就是執行修正字幕時間軸的這個prompt 這兩組prompt 我都會直接放在這個資訊欄裡面 那至於文字的切分上呢 你再怎麼去下這個prompt 有時他還是會切的怪怪的 有時候會真的蠻精準的 這個部分呢 我是覺得你就是當有問題的時候 就手動調整一下有問題 那幾個時間軸就可以了 其實也耗不了多少時間 至少呢這個是免費 而且讓你製作字幕 還是有效率蠻多的 大家就可以去試看看囉 看完上面的教學 大家應該都學會了吧 要怎麼去用Google AI Studio 讓這個影片字幕製作起來 更完善一點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的教學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